以後臺民這齣說過期十五年 我們國營為車和師匠的 十二歲以下的小孩 臨所增加兩聲 有這麼多北部騎澳大街的小孩 但是小孩坐機車的夫妻 跟小孩安全沒有 都沒有標準的規範 臺民也批評政府如果是更不重 臺灣也來這裡做的是請主的地方 路後騎澳大街的小孩 機車後面放有空 平和手煩的日董責意 還會用貨物包裹 不像家長在小孩上下課的時候 都會用這種自動機車責意 不會衝衝說這是安全責意 不過目前根本就沒有安全認證 為何不至少安全會議 一直在討論自動機車安全責意的問題 這個議題每一年都控力管 不過一直都沒有結論 主要聯絡他們要去對這種產品 就是你怎麼可以去撐安全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測試的這種成果 專家分析 自動機車安全責意 跟自動機車安全帽 都沒有國家標準 沒有法令通過規範 一直都有安全的疑惑 不過機車責意在發生遜過的時候 可能對機車做的東西 那時射出去 如果電腦會卡住呢 如果自動機車安全帽 沒有專用的寸車 美洲民眾是用鐵架用的安全帽代替 只能有泡麵包 保護力也不足 兒童脖子的肌肉力量不足 所以也沒有辦法很好的去控制他的頭 比如說兒童非不得也要做這個機車的時候 一定要選擇適當的安全帽 以訴之外 急進受第二個案裡面 就有孩子因為機車的疏忽 弟叔怎麼出火 甚至去想到暗夜的骨 堅定的個案 WHO也建議 孩子不應該坐機車 不過不就所在交通不便 那才是家庭有遺旋的苦路 國不理中就要騎機車 建議若是一定要用機車載孩子 讓有主管機關 應該要議定孩子坐機車 上官保護的措施 記者綜合報道